啊你真的有芒果 挑战界999个明星 第二千 哇 我的偶像周深哥哥 给哥哥变个芒果吧 变吧 3 2 1 啊你真的有芒果啊 都被你捂热了 谢谢你 真的给我了吗 再给哥哥加个油 好不容易 谢谢 拜拜 下次见 12月16日 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三期 将正式开启主题经验模式 由韩红带队的女队 五朵金花和孙男带队的男队葫芦七兄弟 两大家庭正式组建 将在本周的节目中各自举行迷你演唱会展开比拼 展现中华音乐的不同切面 当物资绽放的坑枪玫瑰与身怀绝技的葫芦娃相遇 他们将带来哪些歌曲演绎令人期待 生生生不息嘉年华正式开启静演模式 来自华语乐团不同地区 年龄各异的12组的歌手 已经正式的组成了两个家庭 分别叫做葫芦七兄弟和五朵金花 男队中年龄最小的两位队员 周深和宋亚轩首次搭档 将演绎国风新作《桃花诺》 将GOO的氛围拉满 《桃花诺》 周深和宋亚轩首次搭档 《桃花诺》 周深和宋亚轩首次搭档 用预备 光临 人死辈子 人死辈兰 这些人 是吗 自我恋爱你 我又恋爱你 对我恋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胜利为目标召开多次家庭作战会议 不仅一拍即合定下葫芦七兄弟的对名 甚至当场创作主打歌 男队全员提案 从各式各样的主题概念到串场形式的细节 金点子不断 而除了歌手之外 整场演出中孙楠 古剧姬还获得新身份 两人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亮相 有结果了吗 这是什么 你的意思说结果在这里是吗 你想加入我们吗 小宋的斗腿已经出卖了他了 如坐珍珍 初心 就直接了当说月面留下 不是我们那个 来来 我推荐你别推加入来到呀 周深在那边很开心 有可能又把周深留下来 有结果了吗 这是什么 你的意思说结果在这里是吗 声声不息嘉年华正式开启主题竞演 男队和女队的PK正式上演 期待周深带来的新舞台 另外12月14日一年一度的腾讯娱乐白皮书发布 周深在昨晚举行的2023腾讯娱乐年度胜殿上 荣获多个奖项 周深在音乐领域获得了最重要的奖项 而且同时获得年度男歌手和腾讯音乐榜最佳表现歌手两个奖项 在音乐板块可谓是最大赢家 且看看周深都获得了哪些重量级荣誉 相信看完之后大家都会明白 周深获得这么多让人瞩目的成就是多么不容易 一 四大重磅榜单Top1成就四贯网 周深在四个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全部高居第一 2023年度热歌榜Top1花开忘忧 2023年度男歌手热度Top1 2023年度男歌手口碑Top1 2023年度男歌手口碑上升Top1 周深同时在热度口碑上获得双榜第一 同时又获得歌曲热榜和口碑上升榜第一 他一次性获得四大榜单冠军 是圣殿上最耀眼的四贯网 这个成就实至名归 以后估计很少有人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2023年度歌手周深的事业继续稳扎稳打 高歌猛进 他能同时获得年度男歌手和最佳表现歌手 也是对他这一年所取得的成就的最好证明 两大殊荣 好 也请两位一起 还往右两小步 好 我们看向郑前方的摄影师 初纪安静 好 请见到欢欢荣誉 两位也一起拍张合影 看向郑前方的摄影师 美不美 杨迪 为什么是周深回答我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给我看到更多好看的 这么一代式的恭喜各位 获得了荣誉的烈演 再次感谢大家 在2023年 好带给观众朋友 老关心跳舞一棒的 效果我们家的工作多赛 谢谢 下期就要给他们微信转账一下 他们真的特别给力 那艺人演员创造的新红的形象 其实不一定是笑声 还有歌声 音乐呢 总能最直观的深入人心 那有人说 音乐本身就是最有利的起家表达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启 音乐的篇章 那么今年音乐篇章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请开大提供 演出复苏 听众爱如火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音乐篇章的年人 祝你年人的小柯上台 来分享他与他的音乐世界 两个有请 小柯老师是 祝众的第九次代表达给人 中国音乐文学会 两次音乐学会的副主席 诚而未忘的执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